我認為他們顛覆國家政權或這些指控 本身已經十分牽強 他們只是一個民主派內部的 我的理解 民主派有意參選立法國人之間的協調 沒有法定制約能力 也不是每個人都簽了那份文件 所以其實從檢控已經十分牽強 你拘捕了人 現在就一而再地把審訊拖延 如果政府還未夠證據 為什麼這麼快拘捕人呢 拘捕了人之後 拖了接近一年 用這種方法變相令人坐牢 其實對香港有一個所謂無罪假定 你這樣做的話 對那班被告那班人十分不公平 好了 現在又說要再拖 給一個理由就是 有萬幾頁的證供需要翻譯 這個可以是理由來的嗎 政府如果不夠證據 你就可以暫時被人保釋 你最多扣起他們的理由文件 理由證件 甚至有很多很苛刻的所謂保釋條件 都不是沒試過 好了 這個你又不做 然後你又一再拖延審訊 實際上的變相令人坐牢 接近一年 我覺得這樣做法相當違反無罪假定 也事實上對被告人相當不公平 其實過去也有很多單拘留了之後 過幾月又有 兩個幾月又有 三個月又有 拘留之後最後檢控是不成立的 這些什麼暴動啊 非法集結等等 但是被告人無緣無故坐幾個月監 我覺得這個是很明顯違反法律程序公義 也都不符合香港一向以來的司法原則的 那你用翻譯文件做理由 更加令人覺得氣憤 就是你立正司 是不是以後都可以用一些 那麼技術性的細節理由 去拖延那個審訊 令到一些可能 連證供不原備的案件的被告呢 總之政府你膽敢告他 他首先就無限期的坐牢先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一個基本 除了法治原則之外 也是違反了一些基本的人權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令人相當的遺憾 也都覺得令人相當的反感 就是香港的律政部門竟然做到這樣 728暴動案 20名被告就變成了主犯 那裁判官就以他們的裝束 被截天的位置和時間和身上 協代的物資為理由 其實終審法院早前都採討了 就是採決了共同犯罪 不適合於暴動和非法集結 但是這次的案件 反而就引用了赴湯道火的案件 令到他們又被變為一個主犯 就說他們的行為是現場有聯誼的效應 令雙方對市會惡化 甚至乎新卡衝突會新卡 怎樣看這個案件 那個法庭裁決的影響呢 嚴格說也一樣 法院現在變成了政府一種 政治打壓的一種工具 那幫人就算在現場 他們是不是主犯 我覺得應該建基於很實質的證據 就不是建基於他們在現場 他們站的位置 因為大家知道當時的情況 就是很多人的 就是很多人都站在那些位置 只不過有些人抓到他們都抓不到 那而且 其實也沒有很充分的表面證據 就說他們是組織者 那你現在就用他們是主犯 這個說法 主犯的所謂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在所謂的位置 穿的衣服的顏色 裝束 或者說他們有什麼 那我覺得這些說法 很明顯就是 他們都沒有任何 舉證的內容 就不是指控他們已經造成某些行為 或者產生什麼後果 而只是說可能有的涟漪反應 那這樣說的話 任何人 就是人在一個場合裏面做任何事情 都會有涟漪反應 是吧 你口腦氣都可能傳播病菌 就是我覺得就 就是法庭有時候 過去一年所作出的總總裁決 實際令人很懷疑香港過去那些 普通法底下的司法原則 為什麼會破敗得這麼快 為什麼有些法官 竟然會用這樣的原則 和這樣的論據來判案 究竟是香港的法院 短期之內 就已經水平大跌 還是已經被政府 不要談好了 要成為政府的一種 政治打壓的工具 我覺得這件事本身 當然引起很大的後果 後果就是以後有類似案件的話 只要你在現場的話 他都可以當你是主犯了 任何人都可以是主犯了 那我覺得這樣說法的話 那個法律的界線實際上 都是無限延伸的 那會令到 如果這樣說的話 是不是以後任何人 有任何的集會 任何的示範活動 就是參與者都會有可能變主犯 那我覺得這種法律觀點 必須要澄清的 也都事實上這個說法 很難令人信服 司法機構的表現 給人感覺 未來會有更多的 就是現在被起訴的 民主派的人士 會投入大陸 他們會成為政治犯 他們會有更多人坐牢 這個是現在香港的社會現象 其實 其實法庭在這方面 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事實上是 就是 你不承認這回事 這幫人本身就是政治犯 他們是一個政治活動的參與者 至於他們有沒有暴力 這個可以逐個體 有沒有違反了一些 就是過往香港以來 在政治活動上面應該有個界線原則 這個很清楚 就是 就是突然間很短的時間 收到很緊 而且收到很緊 有時是 零枉無縱 零枉無縱 可以這樣說 就是 事實上是相當多 過往 有些所謂的習近 案例 都是相當牽強的 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個半型的標準 就是 你對於親政府的人士的行為 就十分寬鬆 對於示威者 少了一點 就說要坐幾年牢 我覺得你造成的結果 就是香港的司法制度 和司法政策 以至局檢控政策 就沒有了準則了 或者這樣的話 你就很難叫人信服你了 現在你說香港成為了 可能最多政見犯的一個社會 就是 就是 你還好意思跟人家說 香港是一個兩制 國際城市 就是大家有眼看的 這個是 我覺得 對香港政府 香港社會的損害 可以說很深遠的 我也不覺得 那些被檢控的人會心服 因為 擺明就是一個政治的打壓 如果政府每次都用這種態度 處理一些政治訴求的話 那 我覺得只會令到那種政治對立 更加難去疏解 現在的問題 你看到已經令到法院 以往我們很多人都盡量避免批評法院 但是現在你看到法院 確實令人想到有點失望 那 香港的司法體系 都失去了過去那種公信力 那如果連法院最後的防線都失去了公信力的話 那一個社會的法治就真的無從談起了 那我覺得 如果大家都不尊重法治 覺得法院不可信 覺得法院已經成為一個很偏頗的一個體制的話 那我不覺得香港過往賴以成功的元素還存在 那就是 說回民主派的初選者和參與2019年 抗爭的香港人都被逃入大陸 但是 導致了這次 十二月份 接下來的立法會選舉 就是被政府 形容為完善了的選舉 制度之後的第一個立法會選舉 就是沒有什麼傳統的民主派人士去參與 但是這次都見到 建制派在報名上面都幾為踴躍的 有154個人去報名 就建造90個議席 這次出現了97年以來的第一個破了先例的現象 差不多90個議席 全部都有得見證 其實這個你要怎麼看呢 很明顯就是 就是在市民對這個議會已經失去了寄望 對這個選舉應對不大的程度下 那就是 一個小圈子的性質選舉 再加上又有這個資格審查委員會 那自然就就是 令到政府以一些有心人 要做協調啊 要做這個背後的配票 都很容易 你看到這個社會其實對立法會選舉 沒有什麼氣氛的 沒有人關心 那當然啦 大家知道有人參加 接著有些人在投票的時候 那些人在投票的時候 那些人在投票的時候互相配票啊 那些人有些所謂的非建制派參選 建議去轉區啊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有很重的 刻意造成的效果 那我覺得就算人多 有100多人參加了 你告訴人每個位都可以爭了 但是 大家都明白這個所謂爭是什麼意思 是一個了農的競爭 那所以其實就是 就算是這樣也好 你看到 香港人一般對這個選舉的反應 相當之冷淡的 事實上是 而事實上 這次參選的人 很多人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不知道他是誰 突然間彈出來的人 那我不覺得這次選舉會產生什麼 就算人多了一個位的競爭 不見得會令到這個選舉氣氛活躍起來 也都不見得會令到香港人的反應會突然間積極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是什麼把戲 那大家都有一套 面對這個選舉的一種態度 我覺得 那所以就是 就是 完全是一個設計出來的遊戲 而所謂完善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 實際上不是完善 是一個嚴重的倒退 那我覺得這一點是很清楚 也都不需要忌諱